虽然美国整体暴力犯罪率有所降低,但部分地区的治安状况依然非常严峻,这极大的影响了当地的房屋市场、学区环境以及旅游收入。 房产网站Finder Home收集了2014年FBI暴力犯罪报告的记录,据此排出了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前30个都市。 其中拥有63万人口的华盛顿特区,一共发生了7810次暴力犯罪,每10万人口平均暴力犯罪率为1232.4件,在全美排名第五。 而拥有62万人口的巴尔地摩,年暴力犯罪案件达到了8346件,每10万人口平均1341.2件,在全美排名第三。 暴力犯罪一般是指谋杀、过失杀人、强奸、抢劫和严重伤害他人罪。